騎車上路被撞飛 女騎士翻滾好幾圈 29號下午三點多 當時是有一臺自小客車行駛在中立區的新生路 疑似想超車 但沒有注意到路況 不慎追撞前方的機車 讓女騎士當場被撞飛 在地上翻滾好幾圈 幸好意識清楚 還能自行爬起來 沒有大礙 白色自小客車行駛在路上 右前方還有一臺同向的直行機車 只看到機車騎士車身逐步往內側切 沒想到下一秒 自小客車直直撞上機車車尾 車上的女騎士重心不穩 大自行摔落地面 還一連滾了好幾圈 原本她騎乘的機車也一路往路邊衝去 撞上紐澤西護欄 才倒地停下來 讓庸路人都看傻眼的車禍 就發生在29號下午三點多 當時自小客車在中立區新生路上 和騎士發生追撞 還好當下女騎士還能自行站起來 但身上留下了不少皮肉傷 警方表示事發後定位接獲當事人報案 不過從畫面上研判 疑似是超車不勝導致意外 也呼籲民眾開車上路還是要隨時注意路況 保持安全車距 以免再發生類似意外 記者林柱強團有報導